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听说是医生在 刚才医生给指点了一下 现在基本上不太疼了 但是医生不能保证一会儿录完之后不疼 您这种头痛的情况会经常出现吗? 经常的 尤其是看到小燕以后 小燕 你看到王老师会痛痛吗? 我看着他还好 只是头皮发麻 不过真的是 我觉得平常可能真正头很痛的时候比较少 但是这个头皮老是特紧麻麻的那种感觉是经常有 但我身边的我爸头脑痛 而且特别严重 他属于那种就平常没事人一样 特别能干 里里外外的 但你经常就可以看到他突然就不行了 就那个汗哗哗的就下来了 然后就头痛 必须找个地儿躺着 再过个那么半天的才能再好 那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100位观众 我想先问问大家 在座的各位谁会经常头痛? 举手示意我一下 经常想偏头疼 靠近太阳穴这块 戴着这半边脸都疼得厉害 疼的时候就是眼睛睁不开 流眼泪 浑身疼得出汗 就是在左边又是麻木 感觉是麻的 按照最新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华医学会的这个 头痛的流行病学调查呢 我们国家是 他调查的人群是从18岁到65岁 然后呢 这个头痛的这种人口的话呢 占到23.8% 23.8%就相近这四分之一了 如果我们国家按13亿人口算的话 那就是将近3亿人有这个头痛的 这种困扰 那么关于这个头痛的这个阻塑 可以这么讲 我们有这种调查 那么27%的这个头痛的患者 会有失眠 49%的患者 会伴有这种叫社交失能 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 那么更有60%的患者 长期的慢性的头痛 会导致抑郁的发生 所以咱们要先搞清楚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头痛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啊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下头痛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以联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身边人的这些感受啊 是高血压呢 还是遭受到了风寒呢 还是用脑过度了 来100个观众给出你们的意见 这几个原因 我觉得 血压高应该是一个 引起头痛的重要的原因 不过我觉得风寒也是 你看我们要感冒了 不是冻着了吗 也会容易脑袋疼啊 在大多数时候我倒觉得是用脑过度 因为脑子呢 用到一定的时候你得歇 嗯 可是有的时候很多工作不允许你休息 嗯 你就得就是工作已经停止了 躺在床上了 但实际上脑子还在用着 这样吧 来啊 咱们来看看100位观众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啊 来看调查结果 绝大多数观众认为是受了风寒了 来我想问一下这边观众 谁选的是受了风寒 举手示意我一下 就是感冒色涼的时候 一般呢就会头疼感觉 嗯 一般是吹着的时候 对 那这样我们看一看 王教授告诉大家最常见的头疼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怎么样 怎么样 那这用脑过度 这个调查结果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有个调查 就是说呢 把这个人群 普通人群混争 这个三组 一组呢是一种我们叫脑地劳动者 就比如说像这些 搞金融的呀 这些搞科研的呀 大学的这些老师啊 这些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叫三班导的人 三班导的人 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职业 比如说司机啊 比如说这个医生啊 护士啊 比如说向王导 这个 对啊 他三班导他也利用脑子 那么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叫体力劳动者 那么明显的呢 就是说在脑力劳动者人群当中 这个发明率是最高的 而且明显的高于其他两个组 那么第二高的就是这个 影响了这个休息和睡眠的这个 导班的这个职业 那为什么就是在用脑过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头痛的反应呢 这个呢我就先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脑啊 其实人脑就是这个 他身体也是一个精密的一个仪器 就比如我们打 用这个汽车作为一个比方 比如说每个人体质不同 那么普通人可能就是一个小房车 那你最高时速可能是一百六一百八 但是你非要再以这个二百的高 二百麦的高速 你连续的跑几个小时 那个这个车肯定是受不了的 就什么叫过度 就是这个度是很重要的 那么其实真正的机理呢 就是说这个脑细胞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 现在思考啊 尤其在做这个这个 脑力劳动的时候 的确它是非常辛苦 那么这个工作会导致呢 就是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 出很多的这种代谢的产 还有神经的这种地质 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浓度高了以后 就它对人脑的这些细胞 都是有一种毒害作用的 那么它的急剧过多了以后 那么它等于说呢 一方面的这个脑细胞 会出现一些功能上的一些下降 那么更严重的 会导致这个细胞的损伤 甚至是死亡的问题 死亡的比较多的话 就成了一个病兆了 那么下次你再工作的时候 你一旦超出了 它的这个工作的负荷的话 它就会出现头痛的症状 看来这事还挺严重的啊 那像我们有没有一些提前可以知道 比方说我可能那一片 这个用脑要过度了 就那一片我别太用 对对对 这个呢其实就像 其实说到我们一个叫警示信号的问题 其实头痛呢 是个最严重的一个警示 它是罢工了 它就要求你必须停止 嗯 那么在这之前呢 其实人体有很多的信号 只不过呢 平时人们并不注意 并不了解 那么比如说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现在看世界杯 大家都熬夜在看 那么半夜起来爬起来看的时候 刚开始挺兴奋的 它慢慢的 这个脑子就会反应慢了 对吧 然后再往后的话呢 就开始打哈欠了 对吧 那么在最后 可能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所以后来去睡了几觉 其实这个呢 在刚才说的这个反应变慢 包括打哈欠困倦 这些都是脑的一种警示的信号 就是告诉你 已经这个负荷已经 已经有一些过渡了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很多人那个疼的部位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像这种局部疼痛 或者叫偏头痛 是不是就头痛当中 特别常见的一种 其实头痛呢 是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就是我们讲头部的疼痛 都叫头痛 这叫症症病的话呢 就是长期反复发作的 那么偏头痛呢 只是其中的一种 这个偏头痛 顾名示意就是偏嘛 就一侧的头痛 而且呢 往往伴有呢 这个一侧的这种 血管波动性的这种头痛 对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说 头痛 常见头痛 是由于这个用脑过度引起的 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 偏头痛最主要引起的原因是什么 偏头痛呢 就是 其实它就是 就是说在 早先的话 它可能现在时候有不定的 各种各样的 包括左边疼完 右边疼 这种都可以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一个局部区域的这种病罩 逐渐加重 形成一个固定的病罩的话 那么这个部分 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相对的固定下来 那么这是我们平时常见到的一种 偏头痛的一种表现 那今天呢 咱们也给大家 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脑部的模型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认识我们脑部 这个神奇的世界 来咱们先把这个大模型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 大家看我面前 这是一个超大的人体的大脑袋 我突然没见过这么大的大脑袋 但是我要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咱们刚才既然提到这个偏头痛 那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 经常会在哪几个部位出现偏头痛 来咱们掌声欢迎四位观众上台 来配合我们完成这个小演示 因为刚才几位也提到自己经常会出现偏头痛 对吧 每个人手里有这样的一个小贴 这代表疼痛贴 闪电贴 疼的时候就跟闪电一样特别疼 那你就哪块疼就贴在哪 一个一个来 好吗 你经常在哪个地方疼呢 你贴在一个地方 大姐 对对对 好 就在这儿疼 好嘞 谢谢您 这位大姐您再来 您经常在哪儿痛 正好是没新的地儿 对 好 来这位大姐您再来 这位大姐疼的地儿不一样 我看看 在哪儿 有点在这个额头斜上方的地儿 好的 来 这位大姐您是哪儿疼 您俩疼这地儿离得不远 好 谢谢大姐 谢谢 来 看得出来大家疼的地儿都不一样 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王教授 来 请王教授到我们这个大模型面前来 刚才四位观众贴的地儿不一样 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位贴的是这个大概在太阳穴的地儿 还有一个是就正中间没新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两个大概都是在左侧太阳穴往上一点 斜上方大概这个地方 好 那您这样给我们明确一下 如果经常出现偏头痛的话 具体会在哪些位置出现 他们的头痛呢 现在还不能够就上来就诊断为偏头痛 首先这是第一个 那么其实刚才我说过头痛呢有很多很多种 但是就是诊断一个头痛是非常复杂 除了它的部位 还有它疼痛的性质 还有它发作的规律 很多的因素综合之后做出一个判断 作为一个头来讲的话呢 比如要是眉心部的头痛 那我们做的临床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这种鼻痘炎呢 它的这种疼痛 更常见的是在眉心部的一个疼痛 那么头两侧的这种的话呢 一般多见是偏头痛 它是一侧的这种血管一蹦蹦的跳的一种疼痛这种 那么如果是头顶区的 刚才有一位大姐说是这种头顶区的 包括窜着痛 这种可能主要是跟压力啊 还跟这种精神上的这种紧张刺激有关系 太阳穴这个地方疼痛是不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偏头痛啊 偏头痛的表现也非常的多 它疼痛的部位呢就可以一个表现在就是太阳穴 也可以是整个半边头 甚至从前到后 从前额一直到后脑都可以 它的这个部位也不是定的 好 谢谢王教授 给我们在这个大问题面前 具体的指出了一些疼痛的位置和原因啊 来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缓解头痛哪一种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啊 不行 是喝咖啡还是立即睡眠 还是按摩头部呢 100位观众给出你们的意见 小燕父亲头疼的时候 她通常会怎么做 她只能躺下了 因为做不了任何事情 因为她是剧痛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出很多汗也会很虚弱 只能就是躺着 我觉得这里面的答案我会选择脸啊 这个我会马上就近买杯咖啡 然后找个地儿去按按我的头 嗯 为什么会选择喝咖啡呢 会让脑袋清醒一点呢 因为头疼的时候老昏昏沉沉的嘛 喝点咖啡可以提神了 但脑袋又疼 还得找个人按一下 最常见的就是按按自己的头部 但是按按这个头部 你的答案是要最不该使用的 不可取的方法 我认为不可取的方法是立即睡觉 在疼的时候你立即睡着了的话 能睡着吗 关键也是 我觉得是睡不着 特别疼的时候睡不着 咱们来看看100位观众的看法 选的最多的是不宜喝咖啡 那好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呢 等一会儿广告 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第二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头痛都会自行缓解 对吧 但哪一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呢 正确答案是 我真的是故意喝咖啡 但每次我觉得喝点咖啡 头脑还清醒一点 要不老是轰轰胀胀呢 就是这样 因为刚才说了 头痛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信号 当你出现这个头痛的时候 我们最应该做的是马上 让自己休息下来 你等于那儿报警的时候 你把报警器给揪了 不要报警 活该 是这意思 危险更大 对啊 是这样的 咖啡呢 因为它主要成分是咖啡因 这种呢 其实它是有药理作用的 那么它能够刺激人的中枢系统 还有我们的心脏啊 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 那么在最应该休息最应该休息的时候 你强行的用咖啡呢去掩盖啊 然后呢强行的继续的工作 那么这种等于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像我那个同事的理论 他说喝咖啡可以舒张血管 就可以缓解那个由于偏头痛引起的那种血管 这种呢我觉得就有点像运动员的这种兴奋剂了 你达到了极限以后 你强行的用这种兴奋剂 其实是虽然你获得了 你能够获得你的比如说一些成绩 但事实上呢你的身体受到了更大的损伤 但是像小燕父亲那种就是一旦头痛了之后 就像躺着休息睡觉 这种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一定的帮助 这种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呢睡眠呢其实对人体来讲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人体一种修复啊 充电的这么一个过程 很多患者其实通过睡眠的话 都是能够缓解这个头痛 按摩的作用呢一方面来讲 我们讲这个按摩头部的时候 它能够刺激人脑头部的这个穴位 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按摩的这个作用呢 刚才我说过这个代谢的这个产物的这些东西啊 它就是能够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痛觉 那么这个通过局部的按摩呢增加了这个血运 那么把这个代谢产物的话 等于说加速的给它清除掉 这个是有助于这个头痛的环节 但是我们常说如果要是自己在家按摩的时候啊 或者是家人有帮助的条件下 按哪些地方怎么按才能够真正达到 缓解头痛的作用呢 来这个问题让何博士告诉你 有请客家 好的小记 那如果说我们有条件的话 可以找到这个专业的按摩师来进行按摩 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呢有的时候不那么方便 所以呢我们就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按摩的手法啊 那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那么总共呢我们这里要教给大家四个动作 四个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是按摩这个脸部 非常简单 把手啊这样搓着 搓 时间搓 搓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个把它贴到我们的脸上 然后开始按 那么注意啊 按的时候呢这个幅度不要太大 像我这样 好 再换一个方向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把这个手指张开 那么从这个额头开始 那么其实很多老年人都会这样做啊 从额头开始往后 这样铝像梳子一样 一直到这个后脖梗的这个位置 好这样 那么在梳的这个时候呢 稍微的用一点力 但是呢大家注意啊 接触头皮的不要是自己的指甲 不能是指甲 要用什么位置呢 指尖的这个位置 哎 稍微呢这个接触的面积比较小 然后同时呢又不会把这个头皮刮伤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挠头的动作 然后呢第三个啊 其实是我们小的时候 然后学过的这个眼保健操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就是怎么样呢 轮刮眼眶啊 注意看 两个大拇指按住自己这个 我们说太阳穴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刮眼眶 刮过来 好 然后大拇指揉一揉 好 再来 刮过来 揉一揉 这样其实它可以放松我们这个眼周的这个肌肉 同时呢 这个两个大拇指按的这个太阳穴的位置啊 对我们旁边的这两个跟咀嚼相关的肌肉啊 还有一些动脉的一些按摩 一些协调呢 都是非常好的 这是第三个动作 还有第四个动作 哎 我们就是在这个后脖梗的位置按摩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手法啊 两个指头 好 转过来 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这两个后脖梗这个小窝的这个位置 好 按的时候呢 稍微用一点力 好 稍微用一点力 不要跟这个 不要按在这个头发上移动了不行 好 换个方向 那么这个位置啊 其实呢它就是在这个中医呢 会讲这个地方叫做风驰穴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和一些枕大神经啊 还有周围的 比如说这个凶手乳突肌啊 还有这个斜方肌啊 它的一些肌腱靠的比较近 所以按摩呢 对于我们这个肩颈部的这个肌肉放松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四个动作 您学会了吗 下机 好 谢谢何佳博士 确实啊 咱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可能呃 除了按压之外 很多时候疼到一定程度 咱没辙了 就只能吃药 对吧 这也是大家很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但吃药确实是有一些讲究的 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哪一类药品适合头痛的患者 长期服用 注意长期啊 是止疼药还是镇静药 还是B足维生素 来100位观众给出你们的意见 我再看这三个答案啊 我觉得镇静类的应该是不太对 B足维生素会起作用吗 那我爸长期吃的就止疼片了 根据我的经验呢 就是什么药不管事 什么药就可以长期吃 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你要太管事的药 它一定有副作用 而且一旦形成副作用 那恐怕会带来别的麻烦 那我倒要问你一句 不管事你吃它干嘛呀 心理安慰 安慰 安慰剂是吗 对啊 所以如果是你就选C了 要吃这个B足维生素 对啊 那这样我们先看看 100位观众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大部分观众认为是B足维生素 跟王导的理由一样蒙的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药可以长期服用 到底对于头痛的治疗哪一种是比较有效的呢 答案是 又蒙对了 我说为什么我用脑过度呢 我来这就没有猜错过 你说这么好的脑子它还老用 它能不头疼吗 我们得让王教授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根据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B足维生素可以长期的吃 它能治头疼吗 建议大家呢 有头痛病的患者 尤其是有慢性头痛的 一定要首先呢 要先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 总的来讲的话呢 B足维生素呢 为什么说这个 能够长期服用 能够对这个偏头痛有效果呢 就是因为呢 B足维生素在我们 这个临床医生用 我们把它当做一种神经营养药 这个B足维生素呢 其实它有十几类 但是它们之间的话呢 都互相有这个转化功能 同时有互相协同的作用 同时呢 这个B足维生素有一个特点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它在人体内没有办法处存 它必须通过每天的这种奢取 来进行补充 所以呢 这既然是一种对我们这个神经 这个脑细胞啊 生长修复有作用的 这么一个神经营养药 那么的话呢 有头痛的一个问题 可以那么 每天呢 少量的这种补充的服用 您说这个B足维生素 最主要的作用 就叫营养神经 对吧 尤其是维生素B12 那营养神经 就可以缓解头痛吗 营养神经的意思呢 是它能够促进神经系统的 这种生长修复 比如说你刚才脑子受损伤了 那么你如果修复好了 就可能将来就不疼了 是这么一个原理 但说实话 真的是就像小燕的父亲一样 包括我自己也是 一旦头痛的时候 第一选择 肯定是止糖药 不会想到B足维生素 因为那时候 就希望什么是最快的 立严借影的 咱就赶紧招呼吧 但这止糖片可以长期吃吗 对 止糖片 真的不建议大家长期服用 因为这个药啊 这个我们老话讲 是要三分毒 尤其这个西药 尤其这个去腾片这个药 它是个副方的一个质体 曾经有过这种案例的报道 就是说服用去腾片以后 造成这种肾衰 甚至最后需要透析 换肾的这种 都有这种报道 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期服用 咱们常说要不不如食补 最好是吃点喝点的 能够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大家看到桌子上面 有好多的吃的 当然这里边啊 有能预防的 但是有一些呢 是混杂在里边的这个不法分子 这样我想请两位上来挑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也抽出主意 您觉得哪些食物 就能够预防头痛 预防头痛 对 哪些就不应该吃 这肯定 这肉吃完肯定就不头疼啊 这心情不好是吧 如果是我一挑这个肠 我也觉得吃点肉好 吃点肉好 我个人认为蘑菇 我觉得核桃 核桃 因为这个核桃长得像脑子 鼓脑 鼓脑 是吧 就吃什么补 人家说像什么吃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嘛 我选这个米 对 这就是女士应该知道的 这个米是没有处理过的 它上面可能是含有那个脉肤 脉肤这个维生素B族含量是比较高 所以我会挑这个米 我个人以为是前面的这四样 加上脑子 再加上这个什么核桃 我认为这都应该挺多用 我挑肉 还有那个糙米 这个三明治 因为含有一些面包骨类 我会挑它 核桃 我选这四样吧 王教授请到台前来 您给我们明确的说一下 就是哪一些真的是可以预防头痛的 哪一些食物最好就少吃一点 王教授的是香菇 核桃仁和黄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的 对的 教授努力量 吃黄豆都可以脑袋不疼 对 主要还是说这些食物呢 富含维生素B 这一类的食物 包括坚果呀 这些糙米呀 这些豆子呀 这包括这些蔬菜呀 这些呢都是 就富含维生素B的这些食物 对 你看你俩刚才谁都没有选蔬菜 没有 蔬菜里也还没选素B 我心里在想 这蔬菜就别说了 谁还不知道蔬菜几作用 我心里说了 维生素比较丰富 来咱们再看小院挑的核桃 还有这个 她说面包嘛 是谷类做的 对面包 还有这个香肠 还有奶酪 糙米 你怎么样 这个呢 就说这个糙米 还有这个核桃 这个是选对的 那奶酪 奶酪和香肠 还有酸明治的话呢 可能都不太合适 那肉类里边是含有维生素B的呀 B组比较丰富 面包里不是含有维生素B的 面包是 是 面包本身穀物它是可以的 但是一个是它是这种精致的面粉 二一个的话 就是它这个三明治它有一些烹调加工的过程 往往呢就是容易引起诱发头痛的 某几类食物 包括呢这个巧克力 包括这些腊肉啊 这些腌制的东西啊 包括这个红酒啊 这一类的 红酒也会加重或者诱发头痛啊 对 他们不能说那个喝点酒有好处吗 可以什么舒服 对对对对心脏有好处啊什么的 但是对偏头痛的患者 对头痛的患者呢 有一部分患者 对这个红酒它是非常敏感的 好 谢谢王教授 但是还说回这个酒上 那到底大量的酗酒 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脑部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这个问题让何博士来告诉你 那确实啊 那确实啊 少量的饮酒呢 是可以带来这个身心的愉悦啊 而且呢对身体呢也有一些好处 可是如果长期酗酒的话 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大脑是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害的 什么样的损害呢 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里啊我们有两个大脑 那么这样粗粗的来看一看 是不是只有这个尺寸的区别啊 哎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们的细节 我们看一看这个大脑表面的勾纹 这边的这个呢 它的这个纹路啊 大家看一看 比较深 很深 而这边的呢 就比较浅 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比较浅 那么这个啊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酒精造成的一个脑组织的酸 损害 那么就是专业术友我们叫做这个勾回啊 变浅 那么就是大脑表面的这个纹路改变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啊 酒精它是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大脑的屏障 直接到达这个神经细胞 对他们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害的 所以啊 如果长期的酗酒啊 慢慢的之后呢 那么这个脑的容积会变小 大家看一看 原来比较大 现在呢 尺寸变小了 同时啊 那么神经细胞之间的这个联系也被切断 而这个神经细胞呢 也会逐渐逐渐的死去啊 所以呢 长期酗酒它会产生一个疾病 叫做酒精性的脑萎缩 那么这样的人啊 可能早期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个记忆力的下降啊 或者这个情绪呢 比较低落 那么如果时间久了之后 还会造成身体运动功能的一些损害啊 比如 那比如说走路不稳啊 拿东西呢 觉得手抖 时间久了啊 它对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这就是酗酒造成的脑组织的损害 大家一定要当心 小鸡 好 谢谢何博士 你看像何佳说的一样 有一些头痛的时候呢 咱们是能够找到明确原因的 比如说像喝酒 还有一个特殊的时期 对于女性来说 有些时候也在错难免 对吧小鸭 我要替我一个朋友咨询一下王老师 因为呢 我有一个朋友 她每个月啊 就固定头疼那么三天 就是在她很特别的时候 女孩子 就近期的时候 我想问呢 就近期的时候头痛的话 需要吃药吗 或者说咱不吃药 能不能什么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缓解一下 嗯 近期头痛怎么办 一切 近期头痛呢 在女性朋友当中非常多见 那么这种应该怎么 这个原理呢 其实它主要是跟呢 这个体内的磁激素的 剧烈的变化有关系 嗯 那么如果是想改善或者预防 那么就在这个 每个月 这个要头 快要这个难受的 头疼的时候的话呢 第一个呢 要注意呢 就是说 这些保温保暖啊 这个减压减负啊 这样子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这样子 就是说 尽量避免一些 平时能够引起自己头疼的 这些因素 包括这些过牢啊 这些情况 那么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呢 那么有一些患者 可能就需要用一些 能够减轻这种 持续出变化的一些药物 包括一些外用的一些 这种涂抹的一些乳剂啊 就黄里红的一些乳剂啊 都可以 咱就比如说 很明确 就是因为颈椎病 所带来的这种头痛 怎么来缓解呢 颈椎病的头痛 如果是它 那我们可以讲 它因为它这个颈椎的这种 发生了一些病理性的改变 导致了这个颈部区域的一些血运啊 包括这些后脑的一些供血的一些改变 那么这个呢 是它这个引起头痛的一个原因 它主要是供血不足引起的吧 主要是一个 就是说大脑这个缺血的时候 自然就会头疼 那我要是大脑缺血 我拿个大顶 我冲下 它那个血上来一点 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你懂得 你不能整天倒立 所以还是我说的那个招 你吃点那什么 什么脑 羊脑 补一股 哎 王教授这个有没有用吗 吃什么补什么 在治疗头痛上到底行不行 对啊 就是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呢 就说说得通 也就是说呢 人大脑在修复的时候 它需要这些 比如说我们盖房需要这些建材啊什么的 对吧 那么这些脑子修复的时候 它肯定需要这些相类似的这些物质 跟肌肉相比 它这种物质含量肯定要相对的高一些 当这个头痛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某一种头痛出现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 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哪一类的头痛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呢 是头痛伴有脑血管的跳动 还是头痛伴有呕吐 还是头痛的时候想呼呼欲睡 来100位观众给出你们的选择 这问题我觉得太好回答了 头痛病呼呼欲睡 刚才说了头痛赶快睡 这多好 头痛伴有脑血管跳动 我知道小气就有症状 你看好好的站在这儿 所以我认为最严重的就是头痛伴有呕吐 我跟你选一样的 我本来是想选那个血管跳动 我就在想血管都跳动了 他还不赶快抓紧时间治疗 这就有危险了 但是呕吐似乎好像我提 已经医生说过更可怕 好那这样我们来看看100位观众的选择 大多数观众选的是头痛伴有呕吐和血管跳动 那到底哪一种是更危险的呢 等会广告 我们回来告诉你 欢迎大家回到庄介日台的健康知录节目 头痛虽然是经常发生 但是有一种头痛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那就是头痛伴有呕吐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提示着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有一个这种生活的常识 就是说头痛伴有呕吐这种情况的话 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 但是常规的偏头痛的患者 在他头痛到极致的时候 往往也会伴有呕吐 也会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呕吐 叫做一定要注意是喷射性的呕吐 什么叫喷射性呕吐 喷射性呕吐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喷射性呕吐 一张嘴哇一口就喷了 这种呢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危险的一种情 叫卢高压 这种急性卢高压的发作的时候 它是有这种剧烈的头痛伴有喷射性呕吐 这种往往是这种我们讲脑出血啊 打免给脑梗啊 甚至是一些肿瘤的一些流足中啊 一些特别危急的情况 有这种情况 哦 那反过头来我还真是得替小样问 我刚才提到父亲疼痛的时候就是满身大汗 对 大汗淋漓 那像这种头痛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需不需要着重的重视一下 那么头痛呢 大汗淋漓也好什么 那么其他呢 其实偏头痛的患者很多呢 就是说如果是那种经典发作的话 他都会疼得到一定程度以后 眼睛也疼 然后全脑都疼 之后就是呕吐 呕吐好以后反倒会得到缓解 是有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还不太大您的意思 我觉得可能他已经疼了这么多年了 已经是个典型的天头痛的方法 那意思这么多年都没事 就继续疼着吧 没有很大意思 也就是说脑瘤其实最容易有什么样的症状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什么样的症状更有可能是脑瘤 我觉得这挺危险的 脑瘤呢 其实说到这个脑瘤的问题呢 就说当这种发生率并不高 在头痛的患者当中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这种头痛呢 固定在一个区域 始终在一个区域 那么就是说很长时间不缓解 而且是持续性的加重 而且一旦又出现了 我们讲神经功能的这种缺损 比如说眼睛这种看东西也好 什么这种移动也好 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脑瘤的一个诊断 那现在如果真的是很不幸头痛 结果检查出来就是脑瘤的话 现在的医学有什么样的技术啊 或者是方法能够帮助他们 脑瘤呢 其实说到就是说一般在临床上 遇到瘤子就是要切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良性的瘤子 比如说我们讲一些脑膜瘤 它长的位置呢又不是很重要 那么有很多的患者 它是可以终生带瘤生存的 但具体做不做手术 这个呢要医生去判断 这个瘤子将来会不会引起生命的危险 或引起这些神经功能的这些障碍 那么有这些风险的 还要尽早的手术治疗 就对于经常头痛的这些朋友们来说 咱们能够尽量避免做一些什么事 然后减少头疼的发生 或者是这种严重程度 有这些方法吗提供给大家 这种呢就是说在偏头痛的患者呀 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种刺激诱发的因素 就是在它很难受的时候 这个脑子已经达到一种极限的时候 你在给它增加任何这种大脑的这种刺激 包括强光的刺激 包括噪音的刺激 甚至说这种不良情绪的这种刺激 都会诱发和加重它这种头痛的症状 所以呢在头痛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情况 对你看经常头痛的朋友 就要注意以下三点啊 避免用脑过度 避免强光 避免着凉了 哎呀 这样是我说的太对了 有一次我也是在火车上 后边有一个人喝水呢 他不好喝 他吸流 哎呀就后来就发现头疼 就是你 是你头疼还是他头疼 我头疼啊 你想我这么躺着 他在你的后边那座位上 就这么吸 哎呦后来我就头疼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说大姐 如果你再这么吸流 我头就可能受不了了 这属于噪音刺激 噪音刺激 这也属于刺激 这也属于用脑过度范畴 对你看 其实说到底啊 我觉得今天听完这期节目 咱们知道有一些头痛呢 是可以找到明确原因的 咱们检查出来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 就尽早的去根治病 对吧 但如果要是找不到原因 这种慢性头痛 真的要是在生活当中 多注意自己的饮食 休息 甚至包括我们平时日常的 一些习惯 来避免这种诱发头痛的因素出现 好 非常感谢王教授 后我们现场100元观众 尽量为嘉宾 走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乳房最能凸显女性的曲线美 故意把这个文胸弄得很紧 拖得也这个高度比较高 是什么原因 让女性胸前风景如此不同 那么乳房大 一看他们家的孩子乳房也挺大的 过大实际上是一种病 龙胸吃母瓜 使用风胸产品 这些行为背后有何误区 包裹 缠绕 完完全全的拧到一块 健康之路 告诉您如何关爱女性乳房 敬请收看